詞曲, 王愛佳 劉沛 作詞曲 王愛佳 詞曲, 王愛佳 曲, 王愛佳 詞曲, 王愛佳 曲,王愛佳 作曲 王愛佳 曲,王愛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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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天不化的白雪 大風劃過的草原 被我入眠的綿綿 是与你有关的梦言 无尽无边的深渊 渐渐浮现你容颜 不知所起的情愿 无尽一切绵延不绝 是谁生修仙 还我一世周全 不明生死都看淡 就为你心慌一乱 原来风越右边 我每刻等爱的终点 平无尽走深远 千万里穿帮未停歇 原来心和无边 都落在你的眼里 趁着你熟的时间 才值得眷恋 如今再逃者为夜北七海部 楚夜青瞻等无人已再追查 其余一干涉案人等 据已补拿到案 依律论罪 怎么论的 晋军片将军霍露 勾结刺客 图谋行刺 陆施 诸族 钦天剑主事白露 阴结刺客 知情不举 斩 斩 夜北七海部 七海连 主谋行刺 与其同党 拒斩 七海连 七海震宇的女儿 朕均临天下 上得天意 下得民心 总不能令一弱女子不服 来人 宣她上殿 朕要给她一个 当众自臣的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胆逆犯 见陛下为何不跪 将死之人 何必再卑躬屈膝 站着就站着吧 朕问你 为何要刺杀朕 你杀了我的父亲 残害我的族人 像你这样的人 人人得而诛之 放肆 放肆 冒免 意图谋反的 陛下 逆犯明顽不灵 不堪教话 不如尽早诛杀 没错没错 这种人就该杀了 就该拉出人 没错 没想到 丈公主这么恨朕 我们是诚意和亲 是你 诚意和亲 七海朕与嫁女 只是想给自己 争取更多的备战时间 好与朕一决高下 我们已经臣服于你 是你不肯放过我们 你这个样子 像是臣服吗 七海震雨 途径我蓝衣军 三千精锐 朕 不得不出兵争讨 他自己以卵击石 兵败身死 这笔账 你不能算在朕头上 你们夜北七部 连年内战 互相残杀 死伤有胜于大战 你若为了你的族民考虑 今日来 应该是求射 而不是求死 夜北七海莲 自知罪孽深重 难逃一死 难逃一死 可夜北竟是老弱妇 不如 敢请陛下面出劳役 放我族人一条生路 上天有好生之德 朕 看你诚心悔过 你的罪 朕就赦了 也不让你去做苦役 而且 你那些 没落网的同党 朕也就不追究了 那叶子呢 朕赦免你 已是法外开恩 其他人 你管不着 朕见你们已无力修建运河 不过 那就 带着你的族人 迁徙到越州去吧 没有朕的旨意 不得善出 陛下 恳请陛下 让我们留在故土 朕已经给了你一条生路了 是迁徙越州 还是死守寒地 你自己选 谢陛下开恩 退下吧 臣 谢朱英 参见陛下 臣 封你为越州司马 仍领上将军衔 你整顿兵马 帮朕押送夜北的移民 前往越州 至越州后 仍有你监管 陛下 臣 臣 臣想留在陛下身边 陛下下这样的旨意 臣不敢领 怎么 你怕受不了七孩连的蛊惑 背叛朕 陛下 臣与他之间 已再无可能 臣不想再与他朝夕相处 这是真的旨意 陛下 从此以后去除戒性 改名朱英 前臣往事都一笔勾销 你父亲的功与顾 从此跟你毫无干系 陛下 去越州好好当你的司马吧 好好干 别让朕 砍了你的脑袋 臣 朱英 遵旨 遵旨 他没有穿盔甲 居然毫发未损 难道他真的见过真事 余文说过 真是无所不知 找到他们 就能知道阿蕊的下落了 他 哥 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 朝皇都不杀我们了 哥 公主 不 那个军上就这么放过我们了 不错 等清真好一些 我们就回叶北 他不可能就这么放过我们的 你 你是不是答应他什么了 我答应他迁徙月州 他就放过我们 月州 月州是哪里啊 是离叶北 是离叶北 很远很远的地方 公主 我们都是叶北人 为什么要离开叶北 去那个什么月州 为了能够活下去 那就跟他们拼了 你跟他们拼了 不过是杀了几个人 你能够让他们的阿爹阿娘 妹妹阿嫂活下去吗 还是你要带着他们一块去死啊 好 千禧是为了家人 为了不走 不想去的人 以后都不要再跟着我了 好 那好啊 原来有乱臣贼子 妄图在兴汉大典上作乱 听说死了好多人 不过都是些刺客 陛下身影无敌 那些萧小根本没贪一尽 哎呀 这青天剑主事也要杀到了 进 公子 公子 如何 朝皇下旨 要斩杀青天剑主是白鹿 却没替他与刺客勾结一事 怎么会 明明放了主犯齐海练 为什么却要抓叶子 或许是朝皇对那枚灵霄焰火 起了疑心 不行 我得去找齐海练问清楚 义无忧 你来干什么 齐海练你果真在这里 叶子还在牢里 等着明天上法场 砍头 陛下只答应 放过没有落网的族人 我救不了所有人 陛下 我明白了 你是向大朝君上求饶效忠 他才让你回来的 对吧 你胡说 我还有数万族人 他们不该死 难道叶子就该死吗 是你们把他卷进来的 没有人要把他卷进来 是他自己非要参与的 我真替叶子感到寒心 他想保护的人 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保护他 义无忧 我承认 我不是一个能够带领叶本人 去打圣仗的手里 我战胜不了朝皇 我只能尽可能多得去保护我的族人 让他们活下去 阿爹把族人交到我的手里 我没有权利 拿他们的性命 去还叶子花 陛下同意免除叶北人的苦意 我不能触怒他 让他改变主意 对不起 对不起 从前我救不了阿蕊 如今 我也救不了叶子 不用说了 你们不去救 可以 你们来 我带来 我带来 带来 你带来 带来 我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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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比生存更重要 就把勇气和荣耀都放在心里 留给我们的后人去追求吧 凌云 你说这白鹿 到底是不是见过真师 这臣哪儿知道 把白鹿给朕叫来 朕要亲自问问他 白鹿 陛下 白鹿您不是已经勾掘了吗 这会儿都已经上靶场了 白鹿 难道你 就没什么要对朕说的了吗 臣想对陛下说的话 都已经告知天妃娘娘了 如果陛下想知 一问便是 你 救命啊 放了我 不要杀我 求求你放了我 别杀了我 别杀了你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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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 你放了我 你别杀我 我求求你放了我 你不要杀我 别杀我 我别杀我 我求求你放了我 别杀我 别杀我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陛下 您怎么有空过来 您真的没事吗 你看 朕这不是好好的吗 臣妾真是后悔 臣妾就不应该进宫 就应该护卫在陛下身边 别把朕说得这么弱不禁风 朕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问你 听说前阵子 白鹿一直跟你在一起玩 白鹿 臣妾这两业都没有合过眼 恨自己为什么要让他 来侍奉陛下 陛下若是有半点善事 臣妾恨不得寡了自己 别这么说 是朕让他去青天见当差的 不怪你 朕想知道 最近白鹿 有没有跟你说过些什么 或者给过你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锦囊 白鹿曾说 他幼年时 机缘巧合地遇见过真师 这锦囊上的花样 是照着真师所送的锦囊绣的 难道他也是被真师选中的人 把白鹿带过来 人 凄下 人 爹 绝 个人 停下 陛下有旨 赵白鹿问话 这是你送给天妃的 是 你见过真师 对 我见过真师 然后呢 然后啊 我就总是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 但是这些梦又往往会变成真的 我父亲和我说过 说真师 他会等到我二十五岁的时候 再过来找我 白鹿啊 白鹿 你跟朕耍什么把戏呢 你以为 凭你几句空口无凭的话 就能逃过谋逆之罪 让朕再多留你几年 白鹿 朕待你不保 你为何要参与谋逆啊 莲公主是阿蕊的姐姐 我不能期她不顾 要保住她的性命 我只能如此 你为何要求你 我再能保住她 我会为她的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她要保住她 我愿意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她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愿意 你不愿意 白鲁 你这么做值得吗 你是一个不死不伤的怪物 你根本不会懂的 你才多大年纪 就来跟朕讨论生死 好吧 朕让你苟活 今日便饶你一命 但是 你也别高兴太早 朕 朕没有耐心再和你浪费时间 只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你必须给朕找到真师 要不然 今日这个法场 下次 不会再有人来救你 但真是踪迹缥缈 难以寻觅 你得让我去青天见 使用书籍 使用法器 朕让你官复原职 好了 你退下吧 我还有一事要问 何事 莲公主她在哪 朕已经饶了她的命 让她带着族人千禧去岳州了 岳州 怎么 你还不满意 陈告退 当初她来青天见 我就说这是胡闹 一个女子 要失诊没失诊 要本事没本事 她凭什么来我们青天见 把我们青天见 谁说白主师没本事 参与谋逆是参与谋逆 行算术是行算术 白主师的行算术 远在你我之上 她凭什么不能进我们青天见 这人都死了 你还替她说话 不怕被逐连啊 你 可见行算学得再好 也算不到自个儿的命啊 这会儿白主师怕是已经 恐怕要让这位同僚失望了 白主师 我回来了 白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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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了 你吓死着我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 你 这不是端木掌 端木监政 你没死啊 就是让我官奉原职了 我就说嘛 白主师上了法场都能回来 真是福星高照啊 咱们青天见 正需要这样的福星来庇佑了 青天见是需要你 听说这几日 青天见中大大小小的事物 均是由你来负责的 我是那根葱 旁人不知 白主师您还能不知道吗 我这些天啊 是吃不好睡不好 都快把我压趴下了 幸好白主师您回来了 今天见的是我 还是由白主师做主 你 你 气死我了 别碰 别碰 我对你们别碰 你 你跟老子作对 你们叶北的女人 没有一个好东西 妖女 真的是神通广大啊 明明是谋逆的死罪 她到底是用了什么妖术啊 陛下竟然让她官复原职了 真是气死我了 我找你钱了吗 跪下 你 跪下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妖女 爹 爹 快快快 来来来 到底什么事把她 气成这样啊 听说有个叫白露的女人 不知怎么 搅黄了她的算计 前几天 那个女人被判了死罪 今天 不但没被杀 而且 官复原职了 白露 别被二公子听见 不然倒是又遭殃了 爹 干嘛 活急活了的呀 那白露明明就是叶北的余孽 在秦汉大典上 谋逆不轨 那是忠目所见的事情 为什么不杀她 表叔她是 糊的头了吗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啊 你居然敢对陛下说三道四 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你就只知道跟您儿子好 白露欺负我 不就是欺负您吗 打狗也得看主人吧 滚 滚 滚 不认识是帅真 又一说一 这也是她的可爱之处吗 这个畜生说话颠三倒四的 但是有一句话她没说错 那白露与刺客有勾连 那是众目所见 可谓是铁正如山 怎么就不了了之官复原职了呢 人是陛下派凌云去法长提走的 其中情有无人得知啊 查一查 就算是陛下的意思 总得给朝廷一个交代吧 如此重案不了了之 那我大朝的律法 岂不是形同虚设呀 大人说得是 我这就去查 白露 你胆子也太大了 单凭一个花纹只堵她不敢杀你了 玉修明一直对真诗感兴趣 而且你不是都说了吗 那花纹跟真诗有关 我当然敢赌一把了 要我看 你就是蕴巧 要是玉修明不去找天卑确认你说的话 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你呀 有空在那儿唠唠叨叨的 不如来帮帮我 帮你什么 帮我找真诗啊 你不是说过真诗无所不知吗 或许他们能知道阿蕊的下落呢 真诗已经归隐蔽世 无迹可寻 你找不到的 就算知道找不到 那我也必须去找 况且真诗也并非无迹可寻 棉诗桥不就与真诗有关吗 白主持 是 谁啊 白主持 宫里来人 说天妃娘娘迷人召您过去 知道了 娘娘 白鹿来了 参见娘娘 你可知罪 白鹿知罪 但白鹿 你真是不分轻重 陛下让你潜入刺客之中打探消息 那是信你 重你 你却在最后关头 因为姐妹之情放刺客逃生 你将陛下置于何地 娘娘教训的是 你这次 功过相抵 不能再有下次 是 去后院吧 那有人等你 等我 不是我 是陛下安排的 是 娘娘 是 娘娘 是啊 是 娘娘 是 为了 是 你导演我 真的是你 我那天在法场 真的以为 幸好陛下 陛下派人及时赶到 我听他说了 要让你们迁徙到越州去 没错 我答应他了 不日便要动身了 我突然想起来 我之前推算个各地运势 越州却有兴旺之兆 说不定这次你过去 真的可以逢凶化吉 转危为安哪 只是 你还需尽早动身 尽早去准备些 所需要的车马 还有口粮 陛下让我今日启程 叶子 你和我一起走吧 我们一起去越州 连姐姐 玉修明是不会放我离开的 不过没关系 天启是大朝帝都 我在这里 更容易得到阿蕊的消息 好 那你就留在天启 继续打听阿蕊的下落 不过 你一定得小心 连姐姐 你保重啊 你也是 越州虽山高水远 却是一开阔 你带叶北人 纤细去那儿 也未尝不实现好事 陛下围你众人 你去那儿 自可大展拳脚 总有攻城失利的一天 这一个多月以来 我心境大起大落 如今也还在继续 向前走了 我却羡慕你 你此去虽处蛮荒 却能与心爱之人同甘共苦 而我 却必须听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宋军千里 终续一别 竹鹰 在此别过 不犯无恙 一路保重 驾 这一路上凶险异常 也不知道以后 我们还有没有见面的机会 是啊 所以 你们这一路一定要万事小心 负责迁徙的可是戒将军 对 陛下驱掉了他的戒性 封他为岳州司马 他以后 就只是朱英了 我现在 还不知道能走到哪里 也只能走一步 算一步了 你们可以去找吐蕃试试 吐蕃 我之前 在一本古书上看到过 说和洛族有一个上古的分支 就叫吐蕃 吐蕃居住于叶藏 领地意识很强 但是他们很擅长 把烂泥变为金石 把石头变为土壤 随所到之处 结成坦途 之前 有人是在叶藏的边缘 见过他们 所以你们也可以去试试 真的有这样的奇异之人 之前大家也不相信 雪狼王真的存在 你看 我们不还真的见到了 好 你就放心吧 真的希望 你们一切都能顺利 平平安安的 好了 快回去吧 来 去岳州 我别无选择 是啊 我也是别无选择 这哪是将军能决定的 不过日后 夜北一族 就劳烦将军了 挺好 过去的 就都过去了吗 走吧 才知道 全力 公子那位夜姑娘 已经回到了青天剑 她现在已经官复原职了 青天剑那儿如何 青天剑的人也没有疑议 让踏白营通知下去 以后青天剑内的情况 要更加细致地汇报 是 宫内的探子 也该启用起来了 宫内的探子 您这么做 是为了那个夜姑娘 在朝皇身边安插耳目 是为了我们的富国大业 派人去问问她 月圆之夜是否安好 是 娘娘 前些日子出宫的翠平嬷嬷嬷 说寻了些宁州花茶 想用敬献给娘娘 宁州花茶 让她进来吧 让她进来吧 娘娘万福今安 娘娘许久不见 您的气度越发雍容华贵了 奴婢带了些宁州花茶 请娘娘享用 请娘娘 小夕 你们先出去 是 倒确是宁州的味儿 你是羽氏的人 娘娘果真是明白人 提到宁州就会想起救助 奴婢当年还在宁州见过娘娘呢 近来天启不尽安生 羽氏想借此机会在天启立足 还望娘娘回户一二 大胆 娘娘息怒 娘娘 其实我是替 我管你是谁的人 来人 这个奴婢没大没小 拖下去 替我好好管教管教他 是 娘娘 娘娘我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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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些人在竹幻宫被雨薇带走了 联系不上了 是属下无能 我早就有怀疑 他已经彻底放弃了贺雪的职责 果然 他当年不过是个贱民 说不是公子发掘他 他哪有机会协得贺雪之术 那越式的反噬 就让他慢慢竖着吧 七海连已经回夜北了 怎么还愁眉苦脸呢 连姐姐这一路恐怕很难走 好在朱英在他身边 还能多帮衬他一下 你都自身难保了 还想着管别人呢 先好好管管你自己吧 玉秀明让你找真师 你可不能糊弄过去了 真师当然是要找的 不然怎么找到阿蕊啊 我明天一定要去一趟棉石桥 仔细看看 仔细看看 大地未变 日月为诗篇 苍天 为边下空殿 你时光为绝 星辰为烟 书写 用海的光线 七番轮回 七番轮回 城市找回根 抹平岁月的遮痕 我心有一寸 空有一人 永远 不再是耳闻 用繁华换你青春 用青春换你一文 功夫将偿还天地安稳 用鱼勾勒出名文 随我雕刻出缘分 随我雕刻出世人身份 人间翻身烟火 从你指尖降落 被心中的山河 盘旋四海为歌 用繁华换你青春 用青春换你一文 功夫将偿还天地安稳 用鱼勾勒出名文 随我雕刻出缘分 随我雕刻出世人身份 人间翻身烟火 从你指尖降落 被心中的山河 盘旋四海为歌 平分之余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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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长命的行程 干涟 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